好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全身系统性的硬疲症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因为在这里检查是你这个检查完 要再等一两个月才到检查另外一项 那拖太久 那我们就回去 然后回去不到两三天就该做检查就全部做完 因为你住院进去他就一路排 想做的这医生觉得该做什么他就全部做 做完就会诊各科会诊会诊完就 大概是这个 这样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运气也不错啦 就是遇到那个认识的 他在讲说这是罕见疾病叫硬疲症 然后我上网查也查不出所以然了这是什么病 因为很少人有这种病 对加轻一点 然后后来就 然後我去門診驗血 一個禮拜之後回診 看報告馬上住院 即興起 然後就打大量的淚固醇 就打大量的把病壓下來 就是整個人就比較 好像沒有那麼 怎麼講 沒有那麼不舒服 我不會講 就是那時候的不舒服 是全身性的 因為我之前也沒經歷過 然後不曉得怎麼形容 然後打完淚固醇之後 就讓你好像比較舒服的感覺 這樣 然後就問醫生醫生說 現在只能用這個先壓下來 我打很大量連續三天 然後就很多副作用就出來了 就是我回去隔離的時候 開始就症狀慢慢出來了 對然後 然後可是主要是驗血 他們就是風濕免疫有一些 對 有一些就是 我第一 我回去被抽的十四管血嘛 然後就去驗一些 風濕免疫的指數嘛 對 然後這樣抽完 他馬上就 一個禮拜就跟我講說 你就是得這個 應該是得這個病 然後後來 就住院 然後住院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病會引發很多問題 癌症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等於 這叫做 就是他們臨床研究啦 說這種硬疲症的人 會引發癌症 會引發反正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 所以叫我去做癌症的篩檢 所以我在醫院裡面 就做了很多很多篩檢 然後 才慢慢感覺說我這個病 好像是很嚴重 因為不曉得那是什麼病 那時候傻傻的 對 然後來就去做一些 後來檢查說肺有 肺有纖維化嘛 因為我那時候講話會喘 走路會喘 然後連呼吸都會喘 那上網可以查 當然是罕見疾病啊 非常罕見 然後全美 甚至全美生意人 我記得那天算過 也只有兩千多人而已 所以這是很罕見的疾病 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很少 像Stanford 有一個 就是專門在研究硬皮症的教授 然後我有去給他看過 也沒有什麼 solution吧 就是 就是 硬皮症的 就是我這次叫做 系統性硬皮症 就是全身性的硬皮症 那該有的症狀我都有了 除了沒有 後來曬出來沒有癌症 之外好像該有的都有 對 所以那時候 醫生看到我就 他也沒有跟我講很多 然後他只是鼓勵我說 他有一個 他叫我打生物刺激 他說 這個生物刺激是六個月 然後他說 他也跟我講說有病人 就是六個月之後 然後的調養就是進步很多 這樣子 他只能這樣鼓勵我 後來就 就這樣子 然後 現在感覺真的有 就是說 就是說整個 除了皮 就是我現在 除了就是我現在皮膚硬皮 然後還有我的 硬皮 然後手持就彎曲 然後容易累 這個狀況 就是還存在 那其他的症狀 就幾乎就 就是已經 恢復得很好的 這樣子 對 所以鼓勵就是我想說 鼓勵就是 假如你也得到這樣變的人 就是真的要 放輕鬆吧 對 然後他是會慢慢好的 對 對 加油 我覺得要放輕鬆吧 然後他們講的就是說 能夠 運動 就像人之前講 要樂樂的 要自己堅持要運動 然後 然後我現在就是 因為我走路也是有一點點 然後 我現在 就去外面 走路 然後 都要走路在太陽 然後三十分鐘 以上這樣子 每天出去 好 對 要強迫自己 有啊 進步很多啊 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誰講 那個 尤俊講說 我來之前臉色很差 我現在臉色差 好很多 以前是那種 那種 那種 死如搞灰吧 真的真的 我自己有感覺 對啊 好這個硬皮症的 我們來看看他 剛來的時候 他的 這個是他先生在幫他塗 薑粉泥 我們有跟他講 在家裡幫他塗 全身都塗 那當然特別加強他的那個 手指頭 他的手指頭 本來都是彎曲的 都是彎曲 那 現在他的這個手已經好很多了 剛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剛剛是要訪問他 他才講這麼多的病情 然後在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抽好多管血 抽了十幾管血 我們還有一個志工在旁邊問他說 你不是查出來是絕症嗎 然後醫生說也沒有辦法處理方案 為什麼你要給他抽那麼多 啊抽那麼多又檢查出來又要做什麼 又沒有治療方案 他說對齁 那時候怎麼給他抽這麼多血 那 後來打生物製劑 其實醫生也是跟他講 會六個月以後會有一點點進步 但是 是怎麼樣的進步也沒有說 齁 但是我們都不了解他的 這個情況是什麼樣 我們只問他 他現在來的症狀是什麼 他很疲累 然後他全身僵硬 那個肩膀很硬 手抬不起來 那結果幫他做了以後 這些都改善了 手呢給他戴紅豆手套 就是在推完薑粉泥以後 還特別為他做一些可以 貼暖暖貼的手套 因為紅豆袋手套 對他而言太重了 所以你們看他現在手上戴的這個手套呢 是可以貼暖暖貼的 他就這樣24小時也溫敷 然後身上溫敷 頭部溫敷 然後做完肩部 現在整個人都輕鬆了 所以說 我們也不管他叫什麼名稱 我們也沒聽過 但是呢 就按照原始點的方法 就是體傷跟熱能不足給他加強 這個硬皮症的患者 現在好到這種程度 好很多了 好跟大家分享 好 這個硬皮症 在台灣我也看過有幾個 那第一個 他有時候確實皮膚啊 有時候很紅 然後有些關節也會不舒服 有時候甚至有一些患者全身性 他甚至還會胸悶 呼吸有一點 就像這個患者他會喘 那有些患者更嚴重胸 甚至呼吸還會困難 這個看起來 都是有一個共同性 就是很累 那這樣的患者在原始點 的診断上 都算是重病 重病但是 剛剛我們聽他的講話 聲音都還不錯 不會像第一個 剛分享的那個 劍凍人 劍凍人他剛開始是 不大人講話 而且身體僵硬到 甚至要靠儀器來搬動 他不用 所以這樣一比較 大家也知道 雖然都是屬重病 那當然第一個是 最為難治療的 應該是這樣 那所以我剛剛講 我為什麼對第一個 這樣的嚴重的患者 那美國還是能做到這麼好 讓從不大人動的 不能講話 眼睛睜不開的 到最後都能夠慢慢改善 這確實是不容易 所以 劍凍人 這樣比較下來 是更嚴重的 大家兩個影片 這一對照就知道 那即便像這樣的患者 也在原始點的看法上 那原始點更有把握 這種 只要患者 願意接受治療 然後願意配合原始點這樣的法 然後努力去改善自己 比如該運動運動 該補充內外熱源 這個都能做到位 然後配合按推 我相信都能改善 在台灣也做了幾個這樣的案例 以我的經驗 有時候第一次來 你只要幫他確實塗薑粉 泥全身性的來回三次 然後包括按推 一般做完 我的經驗是患者都會有立即改善 但這樣的患者 他們常常是求助無門的 就如同剛剛患者分析的 即便有民醫 也做了一些檢查 但最後還是沒有方案 然後 下一步要怎麼樣 看起來 也沒有 他們也太多的不確定 還有沮喪 那在原始點 這一部分是 可以針對患者 尤其是 因為我們說重病是以熱源為主 按推為福 那如果懂得用熱源 相信都可以改善 很可惜現在的西醫 剛好這個體質的熱源方面 外內熱源方面 西醫是欠缺的 所以我常常說西醫 重在醫療而輕忽了 這些熱源的保健方面 那原始點 能夠讓這些重病患者改善 更重要是保健重移醫療 那我相信 經由美國這些志工的努力 還有患者家屬的配合 他一定會慢慢走向健康 好 那我就分享到這樣